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大家好我是猪八片 今天把的片子高分动画南方公园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穷和蠢也是一种天赋 竟然有人想尽办法变得又穷又蠢 胖虎今天在走廊哭得稀里哗啦 不是很甜的两位兄弟 还是要来关心一下 胖虎欲言又止 欲止又言 我太喜欢卡丁车比赛了 梦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赛车手 可是以我的条件 这辈子都没法实现梦想的 我的心好痛 兄弟 你虽然胖了点 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实现梦想的 才怪我这种人当不了卡丁车手的 据我观察 卡丁车是穷鬼和笨蛋的游戏 我根本不够资格 我不够穷也不够蠢 这辈子都当不了卡丁车手 谁说的卡丁车手一定又穷又蠢 不信啊 那问问我们班又穷又蠢的肯尼 肯尼 有啥事儿 你喜欢卡丁车赛吗 废话那是我的最爱 看到没有我就说嘛 我这辈子是没戏了 胖虎我倒觉得你蛮合适的 你难道还不够穷 难道还不够蠢 你不用安慰我 赛场上容不下我这样有钱的聪明人 嘿就你纳木鱼脑袋一肚子下 谢谢你实在 就算我真的蠢 可我还是很有钱啊 每个月你妈给你几块钱 你就飘了吗 我去 这么一说我还是有希望的 感谢你们相信我 对呀 我们坚信你是个毛钱都没有的傻叉 yes 我要去追寻梦想了 黄毛我要去做卡丁车手了 虽然我现在不够穷不够蠢 但我会努力的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总共58块3毛2 你全部替我花掉 别告诉我花哪里去了 也别让我要回来 我要变穷 回到家的胖虎开始想办法变蠢 对此他有特殊的技巧 头朝下看抗日神剧 头朝下是为了让血液灌满大脑 让智慧没有生存的空间 抗日神剧 可以有效破坏自己对于地球引力 人体极限等各种常识的认知 就在这时一条魏杰斯广告插播 这个魏杰斯就是那种女性用品 洗洗更健康你懂的 广告说了一大堆 其中一句话引起胖虎的注意 该产品可能导致短期失忆 做听起来是个降低智商的好办法 胖虎立马戴上黄毛直奔超市 看着琳琅满目的相关产品 这才想起来兜里一毛钱都没有 只好让黄毛站岗自己偷吃了 加大剂量口服 效果应该会翻倍吧 胖虎开始疯狂地吃各种魏杰斯产品 小伙子你在搞什么 黄毛 这玩意儿真的有用 我感觉自己现在就是个沙雕 先生等等 你们家母猪难产了 情况紧急 你快回去看看呀 骗走了赛车手 胖虎取而代之 比赛开始 车子纷纷其动 唯有胖虎待在原地 油门在哪儿 等他弄清楚之后 却调转车头来了个逆行 想不到我都这么努力了 还是不够球不够蠢 不足以胜任这个比赛 胖虎你已经尽可能的蠢了 没人责怪你 年轻人你很幸运 竟然只是各种骨折 我见过奇奇怪怪的事故 你应该是最傻超的一个 听到没有 你的蠢得到了一生的认可 你要相信自己 那看来 问题出在我还不够穷 胖虎立刻振奋精神 准备再试一次 此时的肯尼正在看电视 新闻报道说 胖虎喝了太多魏杰斯之后 蠢不可及 回掉了一场卡丁车比赛 记者表示 难道卡丁车真的是蠢人的游戏 作为卡丁车的宗斯粉丝 肯尼很不开心 把直奔胖虎家准备去骂死他 嘿肯尼 你来得刚好 我以为我把钱送出去 就能跟你一样穷 我错了 像你们这种穷人 不仅没钱 还得有贷款 看 这是我贷款买的各种奢侈品 哎 好羡慕你啊 你是个穷二代 而我 得靠自己的努力 才能变穷 这时候门外来了个老板 自称是魏杰斯的创始人 小伙子 你的疯狂表演 让我们的产品 名声大噪 超市都卖断货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这样吧 我们为你量身 打造了一辆卡丁车 希望你下次代表我们出赛 卡丁大赛再次举行 电视台请来了 魏杰斯的创始人做访谈 老板阐述了 洗洗更健康的理念 把他设计产品的初衷 是给自己的老婆用的 老板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 他老婆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赛场上的胖虎势不可挡 他驾驶着魏杰斯号 左冲右突如入无车之境 因为其他车子都被他给撞翻了 胖虎纵横赛场 苦无对手 眼看就要独孤求败 魏杰斯创始人的老婆 却看不下去了 亲了他老公 在访谈上胡烈烈之后 他想要毁掉魏杰斯 夺走一辆赛车立马跟上胖虎 心中的怒火驱动着他的赛车 撞飞了魏杰斯号轻松夺冠 比赛结束 他代表别家的企业队领取奖杯 台下的胖虎终于意识到 是时候放弃了 智慧是深藏脑海里的 贫穷是磕在骨子里的 凭我的智慧 怎么混都会是个有钱人 我不该妄想强行改命 胜天半子 黄毛 把我那罐钱还给我 加上利息 一共六十块 少一毛钱我弄死你 胖虎不够努力吗 不 他很努力 为了成为卡丁车手 可以吃洗糊用品未解释 胖虎不够执着吗 不 他搞砸了一次之后 振作精神 以更加贫困和愚蠢的面貌 又来了一次 可是他的努力和执着 只会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因为他的地图有问题 看到一些又穷又孙的人 喜欢卡丁车 就朴素地认为 穷和蠢才是开好车的关键 就好像看到乔布斯 和比尔盖茨大学辍学 就朴素地以为不念大学是成功的关键 这是很常见的思维误区 思维就像是我们探索世界的地图 如果这地图有问题 那就难免撞墙和走弯路 而我们学习和思考的目的 就是让自己的认知 更加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 拿到一份更准确的地图 我们会比别人更快抵达想去的地方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